西瓜宝宝学画画 哈喽,今天我们要画一朵非常简单的玫瑰花 首先呢,我们来了解玫瑰的形状组成 首先呢,我们来画一个土圆形 现在你们不要画,现在先看我来讲解一下 哎,你看我确定了两边的宽度,是吧 然后再画一个土圆形 这个土圆形呢,就是玫瑰花上面的那个 玫瑰花上面的部分 哎,这个时候画下面的时候呢 就在弧线往里拉一点,不是直的 看,向里一点 向里一点,看见没有 收进去一些 但是到花肚子的地方呢 又膨胀出来 你看,出来 收 收 收 哎,你看 下面画一个纸 一个 中间呢,这里再画一个圆 这是一个玫瑰的外形 这是一个玫瑰的外形 这是玫瑰外形的组合 一个椭圆和一个像一个花瓶一样的身体 我们画第二步的时候,它的形状就会发生一点变化 但是它实际上也是一个这样的椭圆形 这就是那个椭圆 但是呢,它这里没有画上去 因为它这里就画花瓣了 我们把它的外形先画出来 还是一样收进去 出来 再收进去 这边也是一样 收进去一些 再出来 嗯 左边这里我们画一条花瓣的分割线 糊线下来 出去 一个这样的曲线 对吧 右边也是这样 右边呢 是从这个上面的口子这儿下来 连到这儿 它就一个花瓣包起来的感觉 对吧 里面还是有那个花心 这样 它 第二个画 比第一个画呢 更像一朵花一些 包括下面的这个芝芝 是吧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 宽度了 把它更像树枝一些 当画第三个图的时候 我们就要更具体的 来画清楚它的每一个花瓣 诶 就是哪个线 就是这根线 对不对 给它一些 A不规则的花瓣边缘 拖出去 收进来 一个大大的花 的肚子 就是下面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上面它又有什么区别呢 下面这个花瓣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画的 更像花瓣一些 这种不规则的曲线 这边里面的一层 诶 中间的花心 诶 中间的花心 都可以 这边也是 你看这个花瓣 是 左边的这个花瓣呢 是包起来的 右边的也是 下面有点好 那这种地方可以直接把它 画上黑色 或者涂上很深的 红色也可以 你看 它是不是就更像一朵 玫瑰花了呢 那我们跟它 上面的花瓣 我们给它做了一些 精致的调整 那么下面也是一样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给它加一片叶子 尖尖的肚子中间 鼓起来 一样的 这片叶子是 它是切在这个 花瓣上 在旁边呢 我还可以 画一个 在下面的叶子 嗯 右边也画一个 这个时候我们就画下面的芝芝了 下面的芝芝呢 也可以升级一下 这里给一个 鼓起来的圆形 鼓起来的圆形根部 然后呢 再向下 你还可以加点小刺刺也是可以的 是不是 哎 你也感觉到这个 画的时候 就算我画了三个 它其实外形 还是这个样子的 一个椭圆 加一个平身 一个椭圆 加一个平身 对不对 只是我们把它的细节 更加的具体化了 更加的完善了 所以我们画画的时候 最开始打形的时候 就可以用一些简单的线条 去打形 包括像这样的花朵 就算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画一个 椭圆 加什么呢 哎 加一个直线 其实也是可以的 是不是 这样也可以 然后再用笔 去慢慢的修它 当然像这种 再去给它 夹 都是在它的外形的依托下 给它去夹东西 夹花边 夹花瓣 是不是 哎 叶子 看见没有 实际上 我们只要把形状打好了 再去勾细节 就完全没有问题 玫瑰花的步骤 教给你们怎么画啦 我们来学习一下 玫瑰花的英文 是怎么拼写的 玫瑰 Rose R O S E Rose 玫瑰 那 它是一朵漂亮的玫瑰吗 我们今天多选一个单词 漂亮的 Beautiful Beautiful Rose Beautiful 美丽的 漂亮的 B B E A U T I F U L Beautiful Beautiful 漂亮的玫瑰 Beautiful Rose 那我们把这个玫瑰花涂成红色就好了呀 当然你如果喜欢粉色的玫瑰啊或者是蓝色的玫瑰 就把它涂成你喜欢的颜色就可以啦 好啦 今天的一步一步教你画玫瑰的教程你喜欢吗 拜拜 下次见咯 谢谢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和订阅哦